最近有很多的同學說 哎呀像窩哥想連口水都睡不著呀 上 我打也就沒受過這種重視 三個人幫我開引 魔神至尊拉克斯發話了 讓女警去上 把他和炸的人士一伙的 結果他們自己去上了 僅僅五個人還要拉放節拍的 永遠表現在打圓活打得很起勁啊 窩哥來嘍 哈哈哈哈 吉他來了 打呀 他為什麼不打呢 我的真實身份是雙調高級特工 代號 我穿甲 傷都兩個長手長做了 打得石頭人啊 是動都不敢動一下 我看到永遠表表呢 不由得想迎試兩手啊 永遠永遠 幸福一生 下單之間呢 能幫還是要幫一下的 他能在下路扛住兩個呢 還是難人可貴的 至少在我的隊友中 可以算得上是出淚拔萃的了 卡爾瑪我看你殺 你的殺 卡爾瑪看來是軟了 這個橋峰呢 目前是對面發育最好的 現在只能靠我的握手打擊來管管他了 他管得住橋峰呢 卻管不了這 完成了任務雙雞皮直接去下路 這把隊友開始給力了 但是圓環呢 無論去哪裡都是個死啊 石頭人被那兩個長手欺負了很久 把積怨已久的怒火呢 都要發現在我身上 問生的 怎麼不能打 趕緊拿開 圓環這時候有長進了 識別三字當瓜布相待 他現在呢 可以從上路 死到中路了 也算是一種進步 要予以鼓勵才能夠玩得更好 炸彈人偷到高地了 雖然沒有偷到 但是禁地了 我自認為我發育的不錯 喬峰為什麼會 你想我三級 照料過他 這時你沒看錯 拉克斯基劈局長好了 他要去夜報室 珍珠其名 魔神至尊 我必須使用中奇奧維茲 天外飛沃來做個戲 先瞄掉這個卡爾帕 留你的W給永遠瞄瞄 極限換掉他 他這麼為是窩數的氣勢 但是活下來的這幾個隊友呢 意見沒有統計 整個他也沒推掉呢 而且大龍還沒打 這波我們也是被開了個 措手不及 對面的陣容 確實比我們的容錯率要更高一些 但是這才哪裡到哪裡 雖然丟了大龍 我挖個才剛照三 喬峰這時候就神裝了 還有龍魂加雙BUFF 連這個在我面前都是屬於花里扶哨 你看他完全就沒想到我敢上去打 還是太年輕了 但是對面一起衝上來了 我就有點霜 全藍機四手了 這波我們也是被破掉了高地 踩了高地還想踩本家 石頭人直接被我的窩數打擊 打得是人都矮了一劫 純粹石頭人在我面前是沒有副甲的 我們繼續趁勝追擊 完美地判斷了卡莎的周圍 手腳整個卡莎 還有一個喬峰 這是來人之間的對決 他滿機身裝鞋子都賣了 我16級 你不出手 那我先出手了 我就喜歡你下課上 你跑什麼樣 回來跟我單挑 簡直來死你哥 來死 垃圾 這是我載到野區看能不能蹲到人 好的純粹的石頭人在我面前 不過是個催急 這種局勢我出的半個裝 純粹粗的話 這個石頭人根本沒展現的機會 對面的人都過來打我了 人秒贏了算贏了 秒不掉 我們就拉開 這個IG跟石頭人也過來了 我至少牽制了四個人 今生為隊友爭取時間 他們可以踩高級的 光輝這個大招太結實了 就是一個石頭人 怎麼我可以牽制四個人 牽制八十幾的 不 不止四個 對面全都來了 我跑不掉了 沒事 看隊友能夠推到哪裡 光輝在打自己家的石頭人 哪里五個三個人 還在爭奪對面的野區資源 你們對的是我嗎 退錢 對面抓住我不在的時候 打掉了遠骨巨龍 這也是一個人都不過來看了 看來我還在需要更誰才來贏 沒辦法 遺憾輸掉比賽 你們關注我們 對面 走 走